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洞罗大陆中神级别以下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战胜唐号了 即使是唐三和千日雪 两个人没有成神之前 估计都打不过唐号 千日雪没有成神之前 也只是一个六亿天使极限洞罗而已 而且还是拔喵猪掌的内容 比千道流这个极限洞罗差远了 估计也是打不过唐号的 另一个成神的人就是比比东了 他自身的实力就是非常强大了 比比东双生五魂 两个蜘蛛五魂切换自如 唐三都没有比比东滑了六 比比东很早就是极限洞罗的实力了 不然也不可能掌控的是五魂念了那么多个高手 比比东还没有成神的时候 实力基本上就是天下第一了 海洛空三个极限洞罗 估计都不是他的对手 唐号的实力非常的可怕 虽然一直有玩戚在身 但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 清除了自身的伤力 唐号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即使被誉为攻击力第一的剑洞罗 都不是唐号的对手 有益战之力 但是最终还是会输给唐号 除了海洛空有三个极限洞罗以外 能够与唐号一架的也只有比比东 好了 本期视频道理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后天腿上有几个十万年红黄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看影片见